大家好,欢迎回到南方浪,我是岳哥,真实报道,仗义发生 高考,北京时间6月7日就要开始了,咱们来聊一聊高考,牵涉到很多人,包括海外的这些华人朋友,不少也是经历过高考的 6月5日,中国最高法院的官网是发布了一则消息,透露了一些信息 其实这一条消息也是在警示一些想在高考中作弊,或者说透过作弊获得好处的人和组织 先来看这个消息,中国官方当然是强调要打击作弊,保护高考的所谓严肃性,但其实要杜绝舞弊是非常的难 先来看看中国最高法这一则消息,它特别提起 从2015年11月份,中国的刑法修正案实施以来,截至今年的4月底,2024年的4月30 中国法院审结的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的案件 一共是407件,判处罪犯是11146人,这个中间当然不只是高考作弊的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是公布了一起所谓的典型案件,发生在2020年的7月份 当时是因为新冠疫情防控的原因,高考由6月份调整到了7月份 最主要的人物是建立式的一所中学的教师,他也是参加高考的监考人员 利用这个便利,在高考大楼之前,他就去找家长,说我们有这个计划可能性空间 让他出钱,接下去这个老师又去招聘了一些学校的大学生 由这些学生来做题,最后实施的过程是陈姓的这个老师去到监考的考点 领取了数学的试卷之后,拍了照片,透过什么渠道,透过微信 发给到在宾馆等待做题的几个大学生 结果刚发到题目呢,正在做的过程之中 警察是破门而入,把这些人逮个正着 警察,中国警察为什么有如此神速呢 因为这些人却是胆大妄为,考数学是当天的下午 当天的上午,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啊 是假冒监考人员的身份混入到考场 但是被考场里面货真价实的老师识破,报警抓走 所以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供出了一些线索 最后查下来,涉及到的金额收家长的钱是33万多元的人民币 判下来为首的是四年有期徒刑 给人的感觉是很轻了 发生在湖北建立的个案 它揭示的就是中国考试作弊,高考作弊典型的链条 上游是有人非法获取试题 中游有专人负责采购或者制作作弊的器材 招揽作弊的所谓的声援和家长去联系嘛 下游又有专业枪手负责答题 而且这些专业枪手很多是真正的 比如说211985的高材生 用中国最高法的说法 近十年来,中国考试作弊犯罪组织化团伙化程度越来越高 跨地域大规模 非接触式的有组织的作弊逐步涌现 相关犯罪行为越来越隐蔽 所以它是朝着高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其实不只是中国最高法在强调高考作弊的危害性 在中国高考作弊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这是我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 尤其是往基层走,往线这个领域的考点去走 有的时候是比较难控制 因为在县域这个领域各种利益是盘根错节 您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赵世龙先生 2000年7月份当时中国高考 他牵头提供信息组织媒体进行采访拍摄 包括后期能够把消息发布出来 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那个年代其实不只是湖南嘉河 称州下面的一个县作弊非常严重 用赵世龙先生后面接受中国央媒媒体采访时候的说法 就是在嘉河的高考考场向自由市场 买小菜一样可以交头接耳 可以互相走动 可以交换试卷 甚至交卷铃想完了之后 还有十来分钟大家可以互相抄答案 夸张到离谱到这样的程度 同样根据赵世龙所披露的消息 在2000年7月份 中国的包括央媒 包括湖南的电视台 广东的媒体进行集中密集的披露之前 这种非常恶劣的情况 在湖南嘉河已经是存在了至少三四年 赵世龙当年其实他所在的媒体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率先发布头条消息出来的 深度报道出来的 但是他的领导告诉赵世龙 说了几条规则规定 其中有两条我印象是比较深的 第一条就是说 他们所在的媒体坚决不做第一个 发湖南嘉河高考5B案报道的媒体 第二条一定要等到央媒发了之后 他们才会跟进 最后这家媒体也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走的 做过媒体的人都其实比较清楚 抢头条 抢最新鲜的广东话 抢头蛋汤 这些都是做媒体的媒体业里 最基本的规则 或者说是常识了 赵世龙非常的资深 脾气也是挺大 直来直去 性子比较的急 但是也没有办法 现在高考的情况 还会不会出现像2000年7月份 湖南嘉河的那种情况 我个人觉得因为中共 中国官方还是在做一些打击 理论上是不太可能出现这么大面积 大规模系统性的舞弊了 但是中国的高考有个很突出的特点 或者说是问题 就是规模太大了 组织管理起来非常的庞杂 这个中间你要说百分之百 不出问题是比较的难 不说个人去舞弊 现在重点还是说 集体舞弊 系统性的舞弊 这一块 有为前去进行舞弊 前面提到的中国最高法所通报的湖北建立的情况 就是突出的例子 那接下去还有为民进行高考的舞弊 这个一般就是当地的一些学校教育局为了高的升学率 所以在中间发挥一些很负面的作用 这个是有的 还有一种情况 事实上是更难避免的 就是说为了学生的利益考虑 所谓的寒窗十年苦 有些老师特别是到了一些比较小的线 虽然他也是各个考点的老师啊 进行交换或者是混合 随机抽取来进行监考 但是有的时候 监考的老师还是认识学生 或者是老师就是有这样的心思 要放学生一码 所以有一些地方 监考的人员 对于学生打小抄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还有一些情况 就是老师去告诉学生 自己相识的学生 去选择正确的答案 这些情况你很难说它是个案 特别是你往中国相对基层的学校 考点去看 它确实是存在 我了解到的之前的情况啊 也还包括在一些高考大省 相对基层的学校 有一些老师是提前知道了题目 就突击把题目解答 如何解答告诉学生 老师还特别向学生强调 有没有理解啊 那有些学生理解了 搞明白了 老师就还叮咛一句 不管你有没有理解 把不理解 把它记下 上了考场了 发现它就是高考题 我说的这个情况 当然发生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年头之前了 但是就是没有爆出来 没有媒体去进行跟进 所以它是存在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压题啊 还会在一些学校发生 所以这高度期待 媒体负责任性的媒体的记者 像赵世龙先生这样的去做一些跟进和突破 如果说哪一天被接出来了 你也不要感到特别的意外 或者说是奇怪 有人经常说高考还是最适合中国的 对于中国选拔人才 或者说人才脱颖而出 能够改变 突破阶层流动的最有效的方式 这个话从理论上似乎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包括中共也是在加强对于高考作弊的打击 但是前面提到了 因为这个考试的规模太大 越往基层 利益越是盘根错切 包括一些高科技的监控制的手段 地方上也没有 所以那里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这里并不是说搞城乡的对立 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说考生自己担打独斗 那个可以理解 但如果说有为名的 为利的 包括所谓为学生前途的 集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 这种舞弊 那其实伤害的还是更多的不舞弊的人群 学生 家长 老师 学校 教育部门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了 感谢各位的保护时间 特别的有请您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订阅 转发 打赏和声明镜